给大家伙看一下 最近几天从网上买来的花羊的怎么样了 也是给大家看看你们的花羊的怎么样了 你的话说我怎么获得呀 之前都告诉大家了 第一半是水仙 水仙现在长得太爆炸了 你们从那个角度可能看不到 你看这个根系都长 都长毛子 都把水仙仙屏起来了 太哇塞了 从网上买的两块八的八西木也没长根 我估计我是被骗了 我感觉估计我是被骗了 都快两个月了 发财树呢 在广东寄过来的 4块多的那个 它就是冻伤了 不过有新叶片长出来 这种老叶片你可以不着急 你可以等它 等它减不减都行 让它自己代谢也行 好吧 这就是之前有过一点小的冻伤 金钱树 金钱树没反应 没冻点 大家现在看不出来 迷迭香没冻点 真香 还可以做牛排吃 山巫龟 现在天气冷 整了它虽然长得慢了 然后呢 我们棚里面挺温暖的 它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唤醒才会好 这个呢 就是买的那个木本的海苔了 在我修剪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小花苞啊 由于在棚里面是比较温暖的 它慢慢的呢 它开始复苏了 慢慢的就开始要开花了 等开花的时候再给大家拍吧 有大的进展的时候 这个呢 就是我们买的那个文心蓝 大家可以看到 种完这个小盆景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好吧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呢 下面有一点略微的发黄 这个呢 就是有点光作过墙了 因为我这边中午的话 我没有做遮阳的一个处理 好吧 它不喜欢强光 蓝花的话 可以放到一个稍微一两点的地方 但是也有一些光灯 好文雅啊 来这个呢 就是吉利红啊 全然幸福的 五万年庆祖的 跟驴乱一样 真好养 你这玩意都养不好 费的 草莓 三份草莓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吧 好吧 三份草莓这么排在一起 最好的这个呢 跟这个是两个什么对比呢 这个是用我们家的土 这个是用五块钱一包的土 好吧 用的肥料也是一样的 养护环节也是一样的 它是立竿见影的哈 你能够明显看出来差距 那就不说了这贫兮兮的老苗子 你看他也不开花 这个呢 就是之前给大家做翻车的那个新叶蓉 说是要扔掉没扔 然后呢 就扔在这了 结果呢 又复发了一些新叶子 很多的话说 啊 我这个叶子都冻掉了 怎么办 如果说是突然之间冻掉的 它慢慢的都会再反应过来 杜鹃马上要全部打开花了 很多话说为什么我的不开花 它对于湿度和温度的要求都很高 如果说湿度达不到 它根本就开不了 像我们棚里面就可以了 完全不开东西了 后面的两个呢 茶花茶花还没有开花包 然后月季呢 之前带着病害来的 现在是一点毛病都没了 全部治好了 所以说我们家的那个小水帽 还是很管用的 你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 一般都是一两段就过去了 茶花茶花有两三个花包 还是会难掉的 马西莲很好 这个就不用说了 兰花兰花这个的话呢 还是有些水大哈 你对于这个浇水 还是拿捏不到位 这个是交给我们后期 交给我们静静去打理的 正确还是浇水 要去拿捏拿捏 在最后给大家总结两个事 一个是浇水 任何时候不分地区 不分人 不分植物 都是干了在浇 不干不浇 干透浇透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关于大棚的这个事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 你看我自己做了一个再懂 好了 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老花一 兰花最在一起 白了